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壮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节目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的一个发展 意大利 意大利封城了将近两个月 他们决定从下个礼拜 5月4号开始 要逐步解封 意大利跟西班牙 看起来疫情已经趋缓了 这个最艰苦的阶段 似乎已经过了 那法国准备要开放学校 西班牙也要准儿童 可以出门的 这个照片上 报纸上登了一张照片 这个青少年 很高兴的 在阳光底下 在这个巷子里头奔跑 大家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那另外英国首相强生 在昨天已经恢复上班了 那么谈到英国是不是跟进来解封 他说还早 美国现在也规划在5月底 有些州都要陆陆续续的恢复 大家努力在追求过一个常态 我想我们台湾也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有连续几天都是零确诊 而且连续15天 没有本土感染病例 那么之前陈时中部长讲说 大概到4月30号就是后天 那如果说整个敦目舰队的这个疫情 那么经过了两个多礼拜之后 我们并没有新的状况 大概台湾差不多可以讲 至少就本土的部分 那么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控制 那但是境外的部分 因为毕竟我们不可能永远 这个关闭国境 还是要跟外头联通 那所以国际的一些发展 还是要很重视 我想这两天 大家非常的关注 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俄罗斯 俄罗斯之前 他的疫情的确诊的状况 都落后于欧洲国家 那么但是俄罗斯从4月份开始 那么增加的非常的快 那然后这可能也跟筛减也有关系 筛减的速度 俄罗斯在昨天 他的整个确诊人数 病例达到87147例 那这个数字最大的意义是 他超越了中国大陆 那么他已经变成了 排名第1 2 3 4 5 6 7 8 9 第9 那中国是第10 中国第10 那俄罗斯看样子 俄罗斯还在继续往前走 最近几天 每天大概都五六千以上 昨天是6361 另外一个国家是新加坡 新加坡在 从3月17号的时候 还只有266例 但是从4月份开始 那么就增加的非常厉害 连续几天都是每天1000以上 最近两天都还有八九百 那么新加坡现在的确诊病例 14423 那么比日本的13400 跟南韩的10700多 都还要多 而且新加坡的确诊人数 还在继续往前升 现在日本 特别是南韩 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控制 好 那另外这是疫情的部分 另外大家关注的 这个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到底是死是活 那么南韩的 统一部的部长金链铁 在一场闭门论坛 26号的一场闭门论坛说 南韩政府可以非常有自信 有信心的说 最近有关金正恩命违的传言 没有根据 那么他说 我们的政府有足够的情报 收集能力 可以有信心的说 朝鲜没有异常动静 那纽约时报做这个报导说 这是南韩政府迄今 对有关金正恩健康传言 最明确的一个反驳 那不过他并没有详细的描述 到底金正恩的 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出面了 那么现在消息 大概综合各方 确定金正恩人就是在原山 这一个所谓的度假的地方 那可能不见得是所谓的受伤 什么手术失败 这些原因 大概纯粹就是为了避开这个疫情 那避开疫情 一说是他的随父 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还有一种情况 很可能是新冠肺炎在平壤市 传得很厉害 那传得很厉害 让金正恩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很怕被感染 所以可以说也是一种保命 所以就躲到了这个完全 由这个政府军队控制的原山市 那么在那个地方 那不露脸可能 也可能一种原因就是说 因为不好接触 接触的话就有冒着病毒感染的危险 那么是否如此 我们可以继续来关注 好 中国大陆在 这个这几天 有一件话题被谈得很广 什么话题呢 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买了中国石油的产品 那么结果呢 因为原油这个下跌 到最后甚至是一个用负的买卖的方式 那么结果变成说 不但你投资的钱赔光的 你还负债 变成是叫做 他们叫做亿万富翁 富是富数的富 或者千万富翁 那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 还在发展当中 因为整个据说受害人 多达六万人 因为他们都是这些 对投资理财比较外行的一些小户 那另外已经有上千人 向信访局去投诉了 认为说这个中国银行 中行的在推出这一款产品的时候 那么相关的一些风险的告知 并不够 好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听众朋友可能还记得 前不久我们讲到说 上个礼拜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就是 中这个在西德州的一个期货 这个突然间的这个原油 突然间在一天当中 这个售价出现了一个负37块美元 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实在太惊人了 因为我们知道油价都下跌 可是没有想到会是一个 这种方式的下跌 变成说你把你手上的这个石油 期货给卖掉 不但赚不到钱 不但拿不到钱 你要贴钱 人家才愿意接手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想我们已经有在节目上有讲过 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整个油价 这个因为油的产量的供需 出了很大的问题 产油国没有减少 甚至增加这个石油的生产 可是呢 全球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石油的需求大幅降低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石油买卖 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价格不可能拉得起来 所以一直往下跌 那么第二个是 这个放石油的地方 因为你还在生产 生产你得有地方摆 以前是生产完 我就运走 交给这个买油果 消费掉了 现在消费变少 生产没减 那这些油就只能放到油库 或者放到油轮上 去暂时仓储 但是呢 油轮油库的这个capacity 这个空间 仓储量也是有一个限度 所以呢 随着这个空间越来越少 这个租金 这个放在油库的租金 也越来越贵 据说比去年 大概贵了十倍了 好 那么做石油期货的 基本上来说 它是不去拿实际的这个石油的 它就是一种买低卖高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可是呢 问题是因为有一批石油 那么他们的期货 只是在五月的时候 时间要到期 到期的意思就是说 你得兑现 你得要割 你等于说这个 要得给 要付款 然后把这个东西要收 除非你把它卖掉 那这些人就除非说 你有办法去把它买下来 找个地方把油库放着 储存起来 这是一种方法 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贴钱 叫请别人把它买下来 这就是那个富油价 在那一瞬间交易发生的原因 结果现在呢 消息整个更明朗了之后 原来当时保有这一批 期货石油 五月份到期的 很多都是中国大陆的中国银行 他们底下的一个产品 叫做原油宝 是原油宝这个产品 那么所累积出来的一个情况 所以换言之 这一笔这个富油价的交易 直接冲击了 原来不是其他国家的 这个炒期货的 原来是中国大陆 而且是由国影的中卫银行 来带头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的节目现场是老朋友 陈一新教授 陈老师早 是 这个 我们刚讲到这一次出现 历史上紧见的富油价 那么当然它只有一天的 一个交易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会不会再发生 我们没办法保证 可是呢 这一天的交易 它的后续的影响还在震荡 还没有结束 我们有讲到是因为 中国石油 中国大陆的 中国银行 他们在2018年1月 推出了一个金融产品 叫做原油宝 那原油宝的产生背景 刚跟陈老师一心胸在聊到 就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它有一个 它是个资本管制的一个社会 资本管制的社会 所以基本上它的散户 是没有办法直接参与 国际期货油价的市场 那所以呢 这个原油宝这个产品 等于是一个变通的渠道了 让一些散户能够 透过这个渠道来买卖国际 期货油 石油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可是千想万想都没有想到 会碰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疫情 导致石油价的供需 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我才能看到高盛的预测 说这个整个疫情没有改善的话 三到四个礼拜 全球 现有的 放石油的这个 油库 跟油轮的空间 会全部都放满了 其实已经放满了 已经放满了 中国银行据说有六万个受害者 那他们去要求做一些赔偿 但中国银行也拿出当初的合约了 就是说这个投资有风险 并保证一定的 一定不可能保证获利 一定获利嘛 那等等 那这个数字挺大的 因为不只 算一下 我听他们讲说 总数可能在中国大陆的客户加起来 可能损失差不多 超过300亿人民币 所以不止中国银行这一家 因为它有工行 建行 农行 平安 民生 还有普发 普通发展 所以这么多银行 这个当然是加起来累积 中银行最多 中银行最多 中银行单独就要赔90亿以上 这里面其实原油宝 要谈原油宝之前 先谈富油价 富油价这个 我们简单谈一下富油价的概念 富油价概念 是存在于期货公司之间 因为有石油 不能停产 它可以间歇性的生产 间歇性停产 可以让这个 就是期货公司之间 因为它一定要继续产油 但是间歇性可以减少损失 因为每卖一桶就倒贴 但是它是不能够完全停止 完全把油管关掉的话 再复工的话 损失很重 而且油管可能会坏掉 那么这个时候 所以它必须要每天生产一点 所以它尽量让它减少到这个产量减少 那么富油价不会反应在我们消费市场上 所以你不要期待 可以到加油站 还倒贴 不可能 不但不可能 因为你还要运输 你还要提炼 你还要 很多方法都让这个油 产油公司的不得不继续生产 但是它还必须要减产 减产很低 是是是 这是一个简单的 但是中国的原油宝呢 是由银行发行 它就是一种紫原油 你买到 你要交保证金 保证金呢 现在大陆有这个1万户以下的有2万户 那么1万到5万的有2万户 你说人民币是不是 1万到5万 当然人民币 另外5万元以上的也有2万户 所以加起来6万多户 6万多户呢 那么这个现在他们投资客因为赔 他们本来是要这个草底 能够赚一票的 现在倒贴 还倒贴这个中行 这个倒贴他们受不了了 我看到有一个投资客在讲到说 当初就是想要 没有错了 他承认他有一点贪 这个是 这叫做偷鸡不到18米 但是他原来设想的说 真最坏就是把本钱使光就好了 而且不是现在还倒贴 现在倒贴 倒贴所以说他们要抗告 抗告呢 现在已经交给中国的 就是说信访局 信访局 信访局把他转交给银保监会 银保监会就等于债保险的概念 银行也不一定要能够付得出 所以要有债保险 那么银保监会呢 再加上这个中国银行 他们可能都接受 现在中国银行呢 因为抗力者太多了 法不责众嘛 所以说他变成要说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 那么现在处理呢 中行一家就要都赔的话 就要赔90亿 那么加上各种工行建行民行 这个龙行还有那个民生行 还有这个各种各种行啊 加起来有380亿以上 不过我看到媒体在讲说 中行去年获利超过 差不多几千亿啊 当然 几千亿啊 所以他们说 赔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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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这个100亿没什么要不及 而且监管会 这个银保监会也会管理 也会付这些 讲一下多严重啊 有一个例子了 有人是用500万人民币去 买这个原油宝 结果上个礼拜三啊 一觉醒来发现 他的账户啊 不但变零 是变成付了900万人民币啊 对对对 从500万变成900万 所以这个在负求潜力 所以大家没有想到 所以说媒体说 有人媒体写文章批评 这是因为这个中行啊 评估太差 低估风险 还有这个隐患 但是呢 人民也谈到 没有这个对这个 自保的观念 对 所以说造成这个 这种大混乱 但是呢 这个是人类第一次啊 对啦 所以以前没有这种例子 没有这种例子 所以说大家都 你说这个叫他们怎么去估计呢 无从估计 的确啊 后来中行有出来讲说 当时跟这个消费者之间啊 就是投资客之间的定的协议啊 里头讲到中国银行的操作 并没有违反任何的协议啦 一直就是说 你刚讲的没有错 当时可能包括这个中国银行的操作者 也包括投资客 都没有人会想到 最多是零嘛 所以说谈不到说是这个风险的估计 因为假如说是没有没有潜力的话 无从估计吧 现在不用跟台湾的那个那个那个那种湖啦 那种湖那个要水位 它都有潜力 所以它按照水位 所以这个潜力的这个水位来定住 哪个是危险的危险的成绩 所以说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潜力的话 无从估计 对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 最主要是你本来你买了这个产品 你是等着代价而估要卖掉 就是等被小端一表 哪知道价值源一直跌 超敌不成 一直跌不成 到时候你得兑现啊 你得兑现 那兑现怎么办 无论石油 可是后来我看到这个事情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中国都是国营银行嘛 对不对 你知道中国一年 中国一年进口30亿吨的石油 对 所以有人认为说 这个事情要处理的话 中国银行出面 把这些投资客手上的石油 期货石油通通拿下来 你是转卖给中石油吗 转卖给中石油就好了 一种就是由银保监会负责赔偿 但是呢 这个就是等于是 这个投资里面的一个笑话 投资客好像只准赚不准赔的 那这个老讲是违反这个资本市场 逻辑是啦 但是就像你说的 我本来想的是我最惨的是 我赔本全部给光嘛 打开账户一看倒贴 不我五百万变零没关系啊 变零也没有人受得了 变零好一点啊 因为通常的估计就是说 我投资进去 有小赢也有小赔 是 赢面大一点 我就知道更会加码投投资 不过这个是不是也反映 中国大陆进来是油资充斥 对不对 油资太多 但投资管道太少 热情蛮不少 而且呢 存在于民间 而且因为人民不准炒房 但我曾经看过一个大陆一个专家说 炒期货市场跟炒房有什么差别 都是炒嘛 都是炒 反正您这地方为什么不准炒房呢 所以乐钱发没有地方 没有出路 所以他只有乱投资 很多人买股票也亏 也变成小老鼠 对 当然虽然有人讲说 这一波中国大陆可能是 因为它复工的比较早 疫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可能全球的投资 会往中国大陆来 可是我看这个情况刚好相反了 现在反而是大陆的资金 我看美国股市还是很多大陆的资金在投资 有啊 所以说假如真的脱钩的话 中国大陆惨了 因为中国大陆在美国投资的 远比美国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多很多 多很多 而且你要讲资产 那个中国大陆的有钱人 资产的已经是 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了 因为它钱已经在美国了 钱在美国 不是 钱是一笔付出的很多 不是我讲的是说 现在不是说要算账吗 对 要算账吗 你说这个控告啊 现在川普拿那个 那个告不起来的 对 按照主权的那个豁免条例是不可能告 对 你假如真的告个国际法庭也没用 他可不可以告那个法人呢 武汉的P4研究室 不行 因为这个主权豁免就是最后还是要回归国家 还是国家来决定 所以说为什么美国警察以色列 不 美国的 在美国呢 以前前苏联或者俄罗斯 或者以色列的外交官呢 他们到处停车乱停 美国政府或者地方警察 召开单 但是你告不了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理的不理 你开一百个单也没用 那好累哦 那你这样讲 这台湾的外交官也可以干这个事啊 还好没有这个条例 而且我们的邦交官也不多 签了就15个 那还有很多代表处啊 很多代表处啊 他不承认你主权就签不下去了 讲到代表处啊 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的啊 荷兰的驻台代表处啊 最近不错 昨天改了名称啊 本来贸易级投资代表处啊 现在变成荷兰在台湾在台代表处 有点像美国在台协会一样 这个 这个他那个荷兰的驻台代表 纪代表啊 我们都叫他大使啊 他中文讲的非常好 中文讲的非常好 他以前是荷兰航空啊 驻台湾的 驻台湾的 上过我们节目啊 挺听的 我现在发现这个驻台的很多的各国的代表 这个中文讲的好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 越来越多 这也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两种人啊 学语文学的特别好 一种是神父 一种是外交官 因为他们 拿来讲除了本业之外 因为他们有比较多的时间 还有一个原因 本来本身素养的不错 还有一个原因 这位纪大使 他娶了一个台湾老婆 但是也不近的 像我的朋友苏琪就说 他以前第一任的太太是美国人嘛 德意美人 但是我不是娶了这个美国太太 才英文好 他本来就很好 本来英文很好 我知道苏琪老师在政大念外交系 他那个时候就是英语比赛第一名的 对对对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跟这个无关啊 跟那个Pedro Talk没有关系 对不起 我们今天是在节目上啊 已经变成有点在私下聊天了 对 好 这个 这有点像美国式的 美国式的很多主播了 或者跟来宾呢 就会有种私下聊天了 对 不过我们这样子啦 就是说国际上的变化零零种种 但是今天我们更想要聚焦一点来谈中国 因为最近中国的事情很多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要谈一下 这个原来的公安部的副部长孙立军 最近突然间被拿下来 这背后啊 有什么不寻常的一些情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我想关注中国大陆情势的人 都不能不注意到 就是在4月19号 由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他发布了一个重要的公告 就是正式的对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 那么说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展开调查 那就公布的罪名来讲 提到的说 一个叫说他口是心非 阳奉阴违 有令不行 有劲不止 做两面人搞两面派 那么第二个说 认人为亲 认人为利 拉帮结派 搞小团伙小圈子 第三个叫做 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 妄志尊大 我行我素 搞一个人说了算 把分管领域搞成个人的滞留地 好 这个是有些名词 听众朋友听的 大概我们台湾朋友比较陌生 这是大陆术语 这是大陆术语 我们常常摸这些信息 大概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端逆 这里头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第一个他的成绩很高 公安部的副部长 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 他同时 他还掌这个公安部的一局 叫做国内安全保卫局 国保局 国保局 还有政治保卫全政保局 国保处负责什么呢 第一个负责国家保育 另外一个负责 这个反这个 像法轮功之类的 邪教组织 是没有错 那这里面就是说 包括所有最高层领导人 所有的安全 都是这个单位在负责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 当时啊 这个习近平去武汉的时候 孙力军啊 也是陪他去的 那么这是一个背景 好 那为什么会被抓 现在啊 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有人讲说啊 第一个 习近平去武汉视察的时候 孙力军负责保安工作啊 而期间他所指挥的 武汉地方警卫啊 据说曾经跟习近平 带去的侍卫啊 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啊 那给习的安全带来隐忧 这是一种说法啊 那么消息说啊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习近平所到之处啊 这个近距离布置的 这个真枪实弹 武装保卫人员啊 都属于啊 中央警卫团 而不是他由孙力军 参与任务的武汉警方 他们的枪都没有子弹 而且要离习近平远远的啊 甚至说啊 说是习近平带去的 中央警卫团的狙击手啊 还瞄准武汉当地警戒人员 你应该知道那种 风声鹤唳 风声鹤唳 第二个说 孙力军不属于习家军的人物啊 那么习近平对他不放心 那么特别是啊 在近来啊 盛传中共内部啊 倒习势力蠢蠢欲动啊 所以呢 高层换人的呼声不断 那么习近平就借疫情期间 准暂时状态啊 来清除啊 他不放心的人 这个叫做消除后患啊 第三个呢 一说是 孙力军在掌控公安部第一局啊 就我们刚刚讲到国保局了 他亲自操办 像肖建华啊 就是从香港把他抓回去 香港同德湾书店的案子 还有709啊 经久就是这个律师啊 在中国大陆一大票的维权律师啊 通通被抓啊 他说这些案子啊 重创了中共的形象 也间接吹声香港反送中运动啊 让习近平背黑锅 那现在呢 现在要算他的账啊 这就是他的一个说法啊 好 那么第四个呢 是说习近孙力军啊 说他经常打着习办啊 跟彭办 就是彭丽远办公室的旗号啊 以习近平的名义绕过部长下指令啊 说他侠天子一定诸侯 第五个甚至讲说啊 孙啊 他可能把武汉肺炎的疫情核心机密资料 泄露给西方啊 那么特别提到说他在澳洲就学啊 期间可能有被澳洲跟美国情报机构吸收策反啊 这已经变成反情报了啊 好 林林总总写的很多啊 那但是呢 我们那天看到公安部长赵克志啊 起来公布他的罪状之后 我看到说他长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心里想说 那长期这样子你怎么会让他 对你这个搞公安是搞FBI啊 对啊 你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怎么会长期这样你们都搞不清楚 而且还让他伸到富富的 而且两个礼拜前还让他陪着习近平去那边 好 那你怎么评论这个事情 中共制造罪名呢 可以说是里面有真有假 我认为假的部分呢 比如说弄人为师 用人为亲 那时候假的 哪个人不用人为师不弄人为亲啊 这就骗人了嘛 七疏远近嘛 另外说他呢 把情报泄露给西方 其实不用泄露 当那个大陆出现了这个吹哨者的时候呢 后来又被封为烈士 这些都死掉了嘛 就封为烈士 表示自己大陆自己泄露了嘛 那自己也表示你有吹哨者 表示你前面引力疫情的嘛 所以说这么不用泄露 所以说这些作识就做了 这些是何况无耻 但有些是真的 他里面提到他的国宝 包括这个习近平最近来陕西呢 去在那个陕西大学的 陕西大学的这个里面一个 西迁图书馆演讲 西迁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当年 在1960年代出席的时候 就是西迁 然后呢 就西迁的精神 陕西的交通大学 就是从上海过去 为了救救 为了60年代的时候 为了把这个西建好 甚至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去了 对对对 到了上海的交大只有留下一个系 后来发展到现在上海的交大 但现在陕西又有一个交大 是 那么这个交大就是为了建立大西方 那个大后方那个地方 那么现在呢 当时呢 2014年 14年的时候呢 习近平下了六道指令 给陕西当地方政府 要他们拆迁秦岭别墅 结果陕西官长呢 不理会 不理会了2018年呢 然后呢 习近平又派了这个 中纪委的这个副书记 这个去了 去了两次 陕西才动工拆迁 拆迁呢 这里面呢就牵涉到 因为那个协民最近的讲话提到呢 秦岭是中国的重大的保育的一个 一个生态保育的地方 那么居然有人抗令 四年不做事 那这里面就是指的 好这里头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他那个讲的是秦岭别墅群 那么讲的其实 背后讲的其实就是 第一个是官商的勾结了 因为这里面也牵涉到 孙力军可能受贿赂 别墅都有钱人 一定有他钱的嘛 所以执行不利嘛 这个是可能真的 因为是因为你 为什么不拆迁 一定有人拿钱的嘛 所以在这里面 所以我刚刚说有真有假 以假乱真 但确实也有真的事情 说他是江泽民的余裂 我不可能 江泽民其实跟习近平是 根本就是一个战略伙伴 在2012年13年的时候呢 他们倒薄熙来 就是他们一起了 然后呢参与者还有温家宝 还有这个胡锦涛 所以说倒习呢 然后把这个伏 把这个不是 倒这个薄熙来呢 然后把习扶正 因为习近平本来接班人 是那个李克强 现在呢换成习近平 这些都是江派 还有这个胡锦涛这些人的 一力挺的 所以说他们不可能是江的 江的人找 假如真的是对手的话 早就被清洗了 所以他即使在江下面做个事 那太多了 太多人在江下面做个事 所以说不能说是江派 所以说根本就是因为他 杨凤英维根本不做事 甚至还拿着钱 所以这个就是他要清洗公安部门 但清洗公安部门是清到负的 正的是他席里面的人 赵克志 对赵克志是他的人 所以说不成问题 所以这里面是一种清洗的意思 就是英文就是 Purification 进化 把党用进化 所以清洗 清除 整顿 整肃 那么这些Purge 都是这种同样的概念 那么现在除了清洗公安部门之外 因为当年1960年初期 毛泽东西千金省里面有个封桥经验 就是浙江省朱济县的那个地方 那个封桥 它是个村子了 对 封桥的经验是一种斗争经验 当时就号召发动群众来 这个专政阶级敌人 这些专政阶级就是阶级斗争 那是很严重的 所以说现在可能第一步现在是清洗公安部门 另外呢 以后有下命令一定要做到 决定不能阳奉阴为 这个两高两面手法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里面第一步要做了 但会不会扩大到全面阶级斗争 我认为还不至于 因为到现在 我不认为习的现在地位有那么危险 假如真的危险 那就要学毛泽东了 要搞全力斗争 搞全力斗争 就是掀起阶级斗争 确实 因为最近我想有些人注意到 说习近平最近到陕西去了 那这个事情 照刚才陈一新老师这样的一个解读 他跟孙力军的下马 中间还是可以连上关系的 因为刚讲就是 讲得很强调 因为那个时候陕西赵正勇 赵正勇就是省长书记 这样子被拉下来的 而且习近平还讲一句话 就是说国家保育是重大的事情 那个违政者应该知道 这么大事是不能够轻忽的 意思就是意思 对 可是他提这个西迁精神 然后又讲风桥经验 这里面轻轻的毛冬 难免大家会觉得说 这是毛泽东的突围的模式 但是他毛泽东有难的时候 都到地方去 不管是蓝巡或者西迁 反正就找盟友 所以说毛泽东的一个战略 战略就是地方包围中央 结合地方各种势力 然后炮打党中央 所以他对孙力军的处分 一方面在清洗公安体系 这是毫无疑问 这毫无疑问 那是不是也是在 要清洗所有反习的人 在防止对手的暗算 因为现在不是对着暗算 而且很多人反习的势力 越越欲试 或者是蠢蠢欲动 那么这个情况下 当然他要有所防备 至少领导者 他总是特别担心有人倒他 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他也是的确在模仿毛泽东 他总当年搞难寻 可能只是警告而已 警告那些势力 想要蠢蠢欲动的势力 不要动 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他也会学毛泽东下重手 这样子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生 因为最近同时另外有一件事情 大家关注到的就是 司法部长傅政华 傅政华我们知道过去 他也是跟整个公安体系 关系非常的深 那傅政华结果他最近呢 辞掉了这个司法部的 这个党组的副书记 还有一个是中共中央 最近他们成立一个叫 平安中国小组 中国建设协调小组 那要应对整个 疫情后的整个社会维稳 那组长呢 是中央政法委的书记 郭生坤 这个人以前当过 我记得是贵州 还是广西的这个书记 可能是广西 结果那天开会的时候 就发现司法部长没有参加 没有参加 他是跑来一个辽宁省的省长 去参加了这个会 傅政华没有参加 所以有人就要猜 傅政华跟孙力军 这会不会是有联动关系 当然因为他们官场上面 联动是可能的 那傅政华的罪状 可能没有像孙力军那么大 所以说现在还没有 只是大概调查中 所以还没有来清洗它 那孙力军基本上已经是双规了 大概 对我看到那个程度 大概双规大概跑不掉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有个听众朋友在问说 为什么我们陈一新老师 会把法灵工教协教组织 其实他是刚才在叙述 这个公安部 在中国大陆的公安部 中共的公安部 在做哪些事 那孙力军当然负责了 以他们来讲 他们叫做取缔邪教组织法轮功 是这样的一个 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叙述 这一点我帮陈老师也补充一下 好这个现在疫情 其实另外一个对大陆来讲 还有一个经济面的一个观察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都知道 前不久他们公布的第一季的GDP 是负的6.8 负的6.8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彭博了 彭博最新的调查 他们预估说 中国第二季的GDP 成长预估大概只有1.1 1.1 那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就表示上半年 大概平均是负3.5了 那6.8减1.1就错了 2点多 负了2点多 负了2点多 所以现在预估全年 即使下半年稍微好一点 那么也只有大概1.8 1.8 现在所以现在你知道大陆 不是全国两会 本来一定在三月初要开 结果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据说可能要拖到5月底 每年的全国两会当中 有一个国务院总理的报告 都会提出对GDP的一个预估值 期望值 现在有人认为说 今年很可能会讲不出来 会讲不出来 因为这预估值跌得太厉害 可是这个其实也不能怪 大家都一样 可是大陆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就是第一季的GDP公布出来了以后 那么经济学家估计 中国大陆到现在为止 大概还有8000万人还没有复工 还在 也就是说他尽管各地集结的复工 可是因为海外市场都订单都停掉了 所以现在有8000万人 然后暑假快到了 暑假之后中国会产生 大概七八百万的大学毕业生 还有各种进入社会的一个年龄 所以经济复苏跟就业 现在看起来对大陆也是一道考验 这个确实是按照世界银行之前的估计 大陆的全年的GDP成长率 应该是1.6 那么后来IMF国际货币基金 它提出来是大陆全年的成长率会2.1 但是可能下调到1.5 所以两个差不多 那就是1.5 1.6左右 那么都是还是正的 这是全年的 但是前面一二季一定是很惨 那么会不会延烧到第三季 我们现在还不敢确定 一季已经是确定了 非常糟糕 那么二季现在也不是很乐观 因为虽然复工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失业 本来有大概大陆有三千 两千五百万人会脱贫 那现在可能又恢复到 可能脱贫的人还是会有三千多 三千五百多万 所以说还是蛮严重 所谓脱贫就是你收入很低的 离开贫穷线 对对对 要脱离贫穷线 这是对大陆来讲还是个高难度的挑战 那么现在虽然大陆现在有所谓的中产阶级陷阱 就是说固然阶级到了某一定程度之后呢 忽然清水停顿了 或者是不再什么升了 那么这个时候又会出现新的危机 但现在已经谈不上这个了 现在就谈如何帮助那些代业的人 大陆不完全用失业 他有时候用代业 那么据了解呢 一个百分点的GDP的下落下滑 那么就是代表四百万人左右的代业或者失业 那是很严重的 那你这个掉到二点多 那就四个百分点以上 去年6如果今年1.5 在疫情之前至少有接近6 虽然不是一定保留但有接近6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跟去年来比 去年是挣的6.4嘛 那今年如果只有1 1.5那就差五个百分点 五个百分点那就是两千万人失业 现在因为加上复工没有完全做到 而且按照大陆法令呢 一个工厂呢 假如因为复工或者是里面出了疫情的话 老板要负责 那这样大家想想看 一个人有九万块 所以很多人说老板不敢复工 一个人九万块人民币 老板那么多人怎么拿得起 但是我有听说地方政府又肩负一个说必须要多少比例的复工啊 那怎么办 那这种大陆以前搞文革的时候搞这个反右也都是搞百分之五百分之几 对他就商量说那不然这样子 你只要有一个人会来报到 我就给你算复工 那个店呢 他就给他开着 开着是这样子 那就是应付上面 我听台商讲 我听台商讲有人就是 这就是老讲这就是又是引力的实况嘛 所以这个就是有那么多的过去的历史经验显示大陆很多东西都不会据实以报的 因为他要上面要交差 否则自己第一个丢关的是他自己 这样子 好那这个经济情势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 我看到习近平跟李克强 最近在有关的一些重要的这种指示上 有不太一样的一个重点 你也可以说有一点黑白脸的味道 比如说习近平从去西安 后来就讲说经济基本向好 讲一些这些等等 他讲一些正面的话 李克强说是陈所未有的 李克强的话就是提醒各省 尤其发达省 必须要核实的就经济的情况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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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啊 必须要核实就表示怕大家不核实嘛 我跟你讲 从来就不会核实过 当大陆说经济成长率6%的很多经济学家 包括大陆出来的到美国外国留学的 都说其实没有负就不错了 你说你说 假如他说6%年级的话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怀疑最多就12或者3 但是能够完全没有负就算是很正常了 但是我的意思说难就难再说 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疫情继续封锁继续的话 你经济不可能好 对不对 吃业待业也不可能往上的恢复 可是我复工解封 我要冒一个风险 就是万一真的再来一趟的话 这两个是矛盾的 这个按照社会组织的说法 三年后可能卷土重来 这个同样的病毒 或者变形的病毒 所以如果这样的 习近平的心思跟川普心思没有两样嘛 在为了保卫政权嘛 保卫政权嘛 对不对 只是他用选举的嘛 李克强是要求大家据实以报 是希望他能够做出一个 可以比较客观的 一个数据出来 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数据 那么事实上呢 这里面是真的很难做到 因为你根本完全 对疫情的掌控不确定 充满了不确定性 本来以为这个大家都 美国也准备复工了 欧洲也准备复工了 但现在都有问题 有人说这个复工呢 这个形式上是做到了 但是实际上是根本没做到 对 而且更大多是 大多的这个自动化 就是人工机器人 是相当成功的 但是他不敢投入市场 那不行 通常大家都更多人失业 所以他相当很成功的一个产业 他不敢投入 投入市场 他根本更多人失业 现在一个工作 两个人做的可以 这牵涉到维稳的问题了 社会维稳的问题 所以一个人薪水少拿一点 都还有工作就是了 假如说连工作都没有 那么回家怎么交差 这个思维倒是有点回到了当年 我记得我90年91年 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 在福州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过一个隧道 一个隧道 结果要在隧道前入口买票 然后再走了50公尺收票 另外一个人 一定要两个人做 出去了之后 还有一个打开门的 这样子 所以那个地方就有三个 创造就业的机会 本来就一个人就够了 想说电子化的话 一定根本都不用 所以你看看嘛 原来合理应该是一个就够 但是你一到电动化之后 连一个都不需要了 那现在是有三个工作 就创业了 就创业了嘛 这就是差别 不过这一波 不管怎么 这一波疫情 对全球的制造业 一定会产生变化了 这个变化就是说 如果有那么多国家 回到美国 有那么多企业 回美国去生产的话 你不可能雇佣那么多劳工 川普想了说 创造就业 不太可能 最后是自动化了 自动化了 工人还是会失业 我说嘛 所以还是会失业 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那么能够 简单来解决的 好 非常谢谢一心兄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 进行到这里 我们会不断的提供 大陆各个面向的讯息 给大家 我们明天见